之前的鉴品发布会 因为许摩尘不满衣衣服的做工 让DI的发布会遇到了一些问题 那如果这次 样衣的制作交由岩下来完成 既可以体现DI新设计的概念 又可以让DI成为精品 岂不是一举两得吗 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 岩下是制作样衣的不二人选 我的眼光果然适合你 这是 你一直都在为别人设计 这是我特意挑你最喜欢的 这份魅力 只属于你 这身裙装也只是为你 冰激凌呢是留住初心 甜蜜与苦涩却在味蕾中交织 感情也一样 人生 有太多的意外 和错过 但所有的苦涩 都抵不上那份甜蜜 如果有一天 我离开了你 却没有用心去争取 那种放弃初心的缺憾 我不想让它成为 我人生中的经历 灵珊 我不想错过 莫辰 我也不想错过 但不是你的感情 对不起 长叔 找一个偏一点的地方 把资料发到国外 莫辰 直接在家传送不就可以了 为什么还 我不想留下任何证据 好的 明白 我立刻去办 设计搞定了吗 定下来了 我这样去做央衣呢 好 那交给我吧 丁总交代了 可是 上回公司设计被剽窃 你应该被丁总质问过吧 如果这回还出现这样的问题 你承担得起吗 放心的交给我 那 杨姨做出来了 你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 没问题 不过 这件事情 你千万不能跟牧总监说 喂 东西收到了吗 好 那希望你尽快发表 合作愉快